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麻烦你能跑多久 至于躲到Q就行 尽量平线 平线但是平线朝我们这边 7秒钟这里可以打黑 这游戏跟网绣强有关 这Q不要闪 为什么落手不敢拉我们 拖一下黑股 先卡住 敌的力量时候不想玩剑,这英雄鸡肋 不想玩也可以 他本来有的时候就很鸡肋 你想要他强只能买穿着,你买别的装备是不太行 他这里Q闪 加一个品LK高分析 动凯松的欢乐说明宝玩这个最新的王国守卫战能玩 我改了第五部他的关卡太少了 第五部关卡太小了 不调视野跟谁能玩好剑 可以单身将你鼠标就要拖拽的毒 其实这个空格战要多用 也会用F 我们这里有这个星虫 星虫还是很强 要多用空格战 空格战好用 真的是 第五部关卡太阅所 他是沒大的我們不用怕他 Q到底沒事 他不回去 還好有的寡婦 這波就對了 上一波就是沒有直接Q3 這波直接Q3就秒了 哥青蟲暴靴以後第一件還出 他也不算暴靴 他相當於是所有平衡性調整 但是這種平衡性調整大家都看 其實對於有的英雄來說是真強的 青蟲我覺得還行 還是可以先出 這大差點給我刮死 他也有點強 這有點強 但是好像我还是吃到这200克 脚又挂了 什么时候捡寸头,应该不捡寸头 华操,我再死光了 啊不对,就吹死了 顶级幅度 我以为我五毛再把给你玩 哇操,这是 还需要本天吗 看样子是 但还好 就是吹了,但竞技时机便宜 好像是卖,也是卖2000多 但是就是没有CB 2900好像,那就是都涨了一点,竞技时机是涨了200块是吧,我不太懂 竞技时机这版本是卖20007 两千七,队友应该打得过了 我寡妇没把大开出来 我们死了 三个人 但他们Elay死了 其实Elay是我 最不用担心的一个点 还不回来 打大龙吗 打大龙呢 打大龙吗 打大龙了 打大龙了 好 拿下兄弟们,大点不关注 垂死好兄弟,这垂死玩得挺好